依然有请的是黄剑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跟随在中南山里修行的张道长 去记录他的生活 很多以原生态的东西 让我们看到所谓在传说中 在武侠小说当中 在想象当中 在故事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古人的道家的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非常非常难得 这一天黄剑为了拍道长 所以怂恿带着一块去的李欣师兄 当然李欣说 李欣你赶紧去问一下道长 什么叫道啊 什么的你来拍 然后就有以下的片段 是不是 来看一下 你俩这回见我几回来 第二回 对啊 两回几天 今天是第三天 三次 我跟着师父 十七年 做饭十七年 你跟我说 我做 你怎么来的 你们说在这儿 常住的怎么做 怎么做 你一个月回去一会 你就从这儿一个月回去一会 所以你们现在我在大会上说的很明白 上午拜了十 后上师父你跟我叫 我怎么做 怎么做 那个道能是这么容易吗 就是这么来良回的事情 你有什么功德 你的功德在哪里 人家只要安安静静地做到那儿 天或地的东西 全部都归 太对不起李欣师兄了 那被一顿的门闭 但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很本质的问题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去身体力行 去感受 去求来的 不是说你今天 告诉我一下什么大道在哪里 大道不是那么简单 他告诉你的 你现在小学生 他告诉你大学生 他说了你都不知道 所以还是一定要自己去身体力行 去感受 去追随 去求 去求才能够 一般就像很多人 现在不停地去找最好的医生 在治病 就是你赶紧介绍一个好医生给我 我想你最经常碰到这种事情 事实上他自己没有去了解中医 去接受中医 然后即使最好的中医 告诉他的方式 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不可以接受的 你还是给我一贴药吧 他总是等着医生的手来 来帮助 直接把他拉出来 他自己可以爬出来 他不愿意去爬了 所以包括道也是这样 需要自己去 一点一点去感受 去体验 一步一步走下来以后 他才可以学到 所以呢 这个师傅很有意思 这个老张道长 表面上看呢 他在批评数落你 但其实 你在批评的过程当中 在传道给你了 给你指引道路了 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 你自己自信里面 没有一种强烈的 想要追求这个东西的愿望 给到你 也是浪费 我一直觉得说 一个 所以在中医里面 有句话叫医不扣门 对 就是说 一个医生看见你有病了 告诉你 你可能有问题了 但是呢 你还说我没事 我每天运动 我睡得很好 我还喝咖啡 我每天晚上熬夜 喝凉茶 挺好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医生是没有办法 他只能够摇头 走就走了 他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一个人强迫一个人 非要你好 对 你要好 只能是你自己很想好 别人只是帮你好 千万不要忘记 你是真正的甲方 别人都是乙方 追求爱情也是一样 总而言说 要人家爱我 你自己首先可不可爱先 你不把自己弄得很可爱 你要人家爱你 那是不可能的嘛 就像萧老师说的 那个拉筋拍打 我觉得特别好 他我们且不说 他这个到底效果 有多么的神奇 但他起码是唤醒你 自己拯救自己 你要先学会 我要来帮助我自己 我有机会帮助我自己 你都不去做 你还等着别人来 那别人怎么帮得了你呢 就像师父要把道传给你 可是你没有准备接受 所以呢 这个老道长呢 刚才用一种 貌似批评 他的这个学生的方式 来完成了一次 最初的教育 告诉你说 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要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要获得这个东西 并且为此付出很长的时间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其实也许到最后 他临终前就告诉你 一个字 没有 也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但是呢 这个过程本身 就已经在帮助你 不断地累积了 对不对 这个道理特别重要 如果你有机会 能够在今天在电视里面 看到这样一段的话 你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克产 好 看一下 那你现在大作干什么 大作目的叫干什么 你看你一身的东西丢掉了没有 一身的杂物 一身的乱巴巴的装的 就跟这个五子浪的 跟那边一哈都嘴里慢慢的了 就没有请你一点 那什么大作 你大作本身上的东西 那个主人一身 胆子乱不及把脑子 胆子都胆不动了 就把他压力都放不下来 马上就把他压力 消耗的力量就没有了 那还有大作的力量 这不是笑话吗 这话说的太重要了 哪里还有打作的力量 这不是笑话吗 就像沈宏飞以前说 睡觉也是需要能量的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 吃饭就是补充能量 如果你自己没有能量 消化食物的话 你吃下去的三争海味 全都是毒物 毒品 所以呢 打作也好 吃饭也好 睡觉也好 都是需要能量的 这个能量哪里 来自于我们清除掉身体的垃圾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电脑 它是不是能够运算的快 买回来的新电脑都很快的 用着用着就不行了 垃圾文件太多了 对呀 而且很多文件是 它在后台不断的在运行的 很好电 所以呢 我觉得刚才道长讲的这段东西呢 也许如果他有一天 知道互联网这点事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 哦 原来互联网也离不开道 对 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中医 或者是学修行这一块的时候 大家就是很仰慕那种 哇 双盘腿 单盘腿 一做这个人 能做四个小时高手 那事实上这个 在老道长看来 这个都是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打坐不是你的身体在打坐 是你的心在打坐 按照他们说 是你的神在打坐 你必须让你的神定下来 你的身体才能够定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 直指人心的一个地方 是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就经常觉得 为什么这些道啊 佛啊 这些我见到这些师父 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总是能够抓住重点 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是一种智慧 不是聪明 因为他们拥有的很少 他们的欲望就很少 就好像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是吃东西 他们想要的 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只要能够让他们 完成他的心愿 这个对他的时候 他就会直奔主题去 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干扰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我们生活中间 也是一样的是一个修行 所以呢 有一次王冬月老师 也讲过这个事情 他说上古的人啊 为什么呢 他们的东西那么高级 你觉得这全都是回答的人 超智慧的 超智慧的 全都是人世间宇宙间最重要的问题 宇宙的节奏啊 你的身体啊什么 那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东西考虑 对对对 他只能考虑这个 现代人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了 有电视 有微博 是吧 天天的微博一说 就上两条看看 一看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是吧 所以呢 往往是这些杂念 令到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事情 而没有最 而没有能够做这个最重要的事 反而消耗的能量很多 他觉得这是他生命中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他读的都是那种 道家古代的那种 最经典的书 他完全是按照 那些的书的指引在生活 他跟人的交流是很少 跟这种社会上的人的交流很少 他没有手机 他不看电视 他安静的 他在读书 他在打坐 他跟天地交流 他去劳动 生活就是对他来说 就是这几个步骤 但他也很开心 他去做很多好事 叫他们叫功德 去帮助别人 去修路 去修铺水渠 正道是最简单 很平常 也不是奇迹怪怪的 说的越复杂 越麻烦 是他修道的过程 从哪开始走的路 我们从西安 你们从飞机到西安 外出外出的过程 今天来到八卦亭 八卦亭的生活 修道也有生活 人身上要吃东西 要植物骨 来扬身体 十七世 百合二厘 动机极 文化岳 这几句话太深了 就算了 欣赏好 我去看你 看你 我去看你 下来 看你 帮你 有